好,接下来我们把它改成一个小游戏 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物太大 其实这边可以做修改 你可以觉得它太大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好,现在我们怎么改呢 假设我们现在小猫要让你用滑鼠操纵 所以小猫要跟着你的滑鼠跑就对了 然后我们要闪这个人这样 因为人现在会到处跑 好,那小猫怎么改呢 我们本来的移动方式是滑鼠 是这一个 所以我现在不要它 我现在不要它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我让它跟着你的滑鼠跑 那跟着滑鼠跑这个动作呢 它可以面向滑鼠游标 所以我就面向滑鼠游标 然后一次移动几步 这跟你的速度有关系 然后假设我一次移动三、四步好了 反正不合适再改 然后让它重复一直做这个动作 所以当我滑鼠点一下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朝着我的滑鼠游标移动 所以我滑鼠动到哪里 它就会跟着跑到哪里 来看一下 有没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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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滑鼠在哪里 它就会往哪里跑 哎呦 哎呦 觉得太慢就加 加那个速度 加那个脚步 移动的速度 哎呦 就可以跑 好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游戏 哎呦 老鹰抓小鸡啦 官兵捉强盗啦 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的移动方式很多 那我顺便介绍一下 像这里还有当按下什么按键 所以如果你要用键盘控制 这边可以改 当我按上 我按下 我按左 我按右 他就可以面向 这上 角度可以自己调 这个数字是可以改的 然后面向那边 然后移动 移动几步 那所以同样的 我要复制的话 上下左右 好这边就改一下 这个就是向右 这个是向左 这就是向下 然后这个面向右边是90度 左边是 负90度 下是 180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你这个 分开它就不会执行 滑鼠的地方 滑鼠的地方我先把它关掉 所以现在你的小猫 就不要用键盘控制 你就用键盘的上下 就可以控制 哎呦 哎呦 那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如果你一直按着上的时候 你再按它 它会动 它就不会动 所以会比较呆滞 所以我们如果要 让你的小猫比较灵活 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按下 按下 如果按下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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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这边 按下 上一键 如果按下上一键 我就做这个动作 然后重复侦测 因为它有重复侦测的关系 所以你随时就算别的按键有按着 然后你再按上它一样都会动作 而且它会连续动作 如果你按着它就连续动作 你不按它就没有连续动作 你会感觉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程式 感觉上控制比较灵敏 用这样的方式做程式也会动 但是你如果再按第二个按键 上面那个按键就停掉了 所以这是不同的两种方式 那当然你要上下左右都要做好 我现在就做一个上 所以给各位参考一下